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李白 好我們今天要來介紹這個NBA絕對劇情裡面的歡樂Bingo的這個轉盤遊戲啦 Bingo遊戲啦 我們點到Bingo遊戲的介面啦 好不好活動畫面喔 好那他這個是採用那個你要在右下在左下角這個地方 每次任務這個地方呢去做一些任務的活動啦 那每次的任務活動去拿到他的歡樂Bingo券 拿到他的歡樂Bingo券 那你念什麼啦 歡樂Bingo券啦好不好 然後這個有一個叫做城市 城市塞援助他人這個需要一點那個 到那個公平那個地方人家發出來就趕快加入啦 那個就有兩次還可以拿到冰果券喔 那我們就給他領取喔 我們怎麼沒有一鍵領取啊 看來那個每日任務應該每日都不一樣啦 或者是一樣也不一定啦 看明天啦好不好 那 然後再用這一個 那個 歡樂Bingo券呢再去抽一下那個 那裡面 每一個格子的那個球星 Bingo卡 好不好 一共有25格啦好不好 25格 就是你把用那個冰果券轉到 對應的冰果 球星卡 球星冰果卡的時候 他就會開啟那一個格子 然後格子連線就可以對應到 獲得對應到的那個獎項 好不好 獎項 那有美金啊 有鑽石啊 還有那個 那個服飾 升級卡 都有啦 還有那個 還有那個球星的兌換 兌換那個 幣啊 好不好 都有啦 那你 你假如玩了 第一盤結束之後呢 每一盤結束都會有 那個 對應的那個獎項 那我們點一下左下角的輪次獎勵 那輪次獎勵呢就是 點一下那個獎勵的箱子 那就是可以自選 好吧 那個 自選冰果球員的碎片箱 好吧 自選的喔 是自選箱喔 冰果球員 自選箱 碎片自選箱 那就可以去 看你要轉幾個 幾個圈啊 你幾個圈就會領到那個 對應的那個自選箱 然後前面四輪是自選箱 然後第三輪的 那個 第六輪 第六輪次的話是 Garry Patton 好不好 手套 好不好 這個手套這一個啊 這一個 那個 傳奇球星 好不好 傳奇球星 合約啊 就可以開啟 第二個傳奇球星的合約了 第二個傳奇球星的 球員跟 助教 那個傳奇教練 大家也在問 為什麼 只能用那個 Chesler 然後 那現在啊 玩這個賓果遊戲呢 六輪 好不好 你玩了 六輪 那個 賓果盤之後 你就可以拿到 Garry Patton的那個合約啊 就可以開啟那個傳奇球星 第二位傳奇球星 喔 再來就是 第八輪 跟第十輪呢 就是 那個 UR 召喚券喔 好不好 UR球星召喚券 這個要拿啊 好不好 拜託 後面都是 UR球星召喚券 到 第20輪次的時候 是UR UR召喚券 然後第22的話呢 就是我們的 那個 王者 好不好 王者 靴子跟 那個運動內衣 對啊 運動內衣跟戰靴 王者的齁 高級的啦 這個一定要用啦 一定要拿 可以拿到的話盡量拿齁 好大概是這個 遊戲的玩法啦 遊戲玩法就是你 當然是要 每日完成任務的時候 拿到那個 歡樂蘋果券 然後再用歡樂蘋果券呢 去轉那個 冰果盤 對應的球星 開啟之後 連線可以拿到 所屬 所對應的 素材 好不好 素材跟獎勵 那轉盤次數 兩次為一個單位 然後就可以拿到那個 對應的 那個 獎勵喔 也是對應的獎勵喔 就是 自選箱啊 還有 那個 合約 好不好 合約 還有UR券 好 還有那個 戰靴的碎片 還有 運動內衣的碎片 那這個應該是有 應該有禮包可以買吧 我看看 喔果然 是用鑽石買 鑽石我到底要 要花在UR券 買那個 在那個 UR池 Garnet的那個買 他的UR券 還是要在這裡買 冰果券 他10張才400耶 10張才400 哇天啊 我到底要不要買 冰果券啊 啊你用 冰果券是用鑽石買的話 那 看來就是要 克一下那個鑽石啦 好不好 賺鑽石 然後去 買那個 冰果券 看有沒有機會可以 轉到最大的 那個 輪次數啊好不好 最大的那個轉盤數啦 拿到全部 全部的所有獎勵啊 這也不錯啦 看你是要投資在這裡 然後去轉盤 轉到 領到那個UR券 還是 哇這個很難耶 說真的 蠻難的啦 因為你要 轉 25次啊 哈哈哈哈 你一直要轉25次耶 是嗎 是25次嗎 一次轉完是10 10個嘛 為什麼 喔可以這麼快喔 我還聽啊 他不是這樣 轉轉轉 而且要重複耶 我還聽啊 哎呦喂呀 你這樣花 鑽石花這邊 不知道大家覺得 划不划算啦 大家 自己 斟酌一下啦 好不好 有可能 也不知道啦 反正就是 大家自己斟酌吧 好不好 原來如此啊 是這樣耶 他會重複耶 他不是不會重複耶 好吧 這就是 那個 對那個 我們的 歡樂冰果 那個 歡樂冰果 這個轉盤的 冰果盤的遊戲 那個活動 跟大家介紹一下 那希望大家都可以拿到 最大的那個 轉盤次數 領到所有的獎項 好不好 好這裡是李白國際頻道 我是李白 那我們下次活動介紹見 大家拜拜